大家早安 星期一 十二月二十一日 冬至快樂 早上八點多 坐在CyberPort時 吃我的早餐 看報紙很重要 一行業上市 這個很滿 多說 反而更重要 看信報 全版報導我老婆很重要 Rita Peng 扮一心 你如何創辦私情教育 如何教育下一代一帶一路時 創作教育的南海 所以這裏我真的會很感謝我老婆 很佩服我老婆三件事 我很想在這裏認真地和你分享 一 我佩服我老婆 就是如果我老婆四晚為何喜歡她 我就想說我喜歡她勤力 為何我喜歡勤力 因為我喜歡勤力的人 我不喜歡懶惰的人 如果純粹是一個全職的家庭主管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喜歡勤力有自己夢想 我喜歡她自己追求自己夢想 為社會做些事 為世界帶來正確的改變的人 我喜歡這些人 我喜歡和價值的人 包括父母做了時 做事做到八十多歲時 每天都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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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和我們講的子女 總之每天都回辦公室 她們就是享受她做事 每天都要做事的時候 人才有推動力 到她們的年紀 她們不知道要做事 她們會放假 她們就是這樣 變成我自然有預期 我喜歡勤力的人 我喜歡老婆勤力 我老婆經常笑 你可不可以喜歡我 漂亮 喜歡我溫柔 喜歡其他人 可以不可以 不要喜歡我勤力 但我就是喜歡你勤力 二呢 我很佩服我老婆 第一就是 我有老婆 她沒有老婆 什麼意思呢 我有三個女兒 她幫我照顧所有家庭 所有的 她全部都回事 她幫我搞定 我回去睡覺 吃飯而已 但我老婆沒有老婆 她照顧家之餘 照顧三個女兒 照顧我之餘 也要照顧公司 她的事業發展 尋求自己的夢想 這個教育的時候 真的不簡單 三 我很感謝我老婆 永遠在第二位 還記得2013年的時候 公司大轉型 01年開始創業 13年我決定不做 買賣生意 所以去證監會拿牌照 但我不懂 我又不是律師 我什麼都不懂 怎麼拿證監會拿牌照 完全不懂 怎麼成為第一個商店 完全不懂 怎麼拿牌照 我老婆 當時在City Group 就是Asia Pacific 就是Compliance Control Group 的阿頭 住了十幾年 將會升做M.D. 那時候她是Director Grade 已經非常 Senior Director 怎麼知道的時候 我跟她說 我現在想大轉型 我想申請牌照 不如我們兩夫妻一起去砌 可不可以幫我手 嘩 以話不說 突然回去馬上辭職 她說老公 你需要我 我馬上來幫你 就將她十幾二十年的 律師生涯的時候 就這樣畫上了一個句號 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動 你需要明白 她來幫我 公司怎麼成功 成會怎麼成功 大部份人看就是 因為Winny Leg 她不會Credit我老婆 而我老婆 撒時間失去她的identity 她人生的identity沒有了 但她沒有所謂 她立即過來放手 很感動 那時候公司 浮浮沉沉 摸不到這條路 每晚晚上一兩點兩三點鐘 經常跟她聊天 一邊聊天 一邊摸不到這條路 她一邊跟我想 一邊跟我想 真的很感動 這個老婆真的對我很好 當然公司上了軌道之後 我老婆在一個很沉舊夢想 她很勤力 她覺得有機會能夠幫到家人手的時候 即是她彭氏家族的時候 在盡禍那邊亞洲聯合基建 創了一番事業在教育的時候 她又幫忙去做 現在她也走出自己一條路 而且對家人真的好 永遠放在爸爸媽媽媽 放在哥哥妹妹 當她是親生兄弟姊妹 親生父母一樣 放在她們永遠第一位 從來不會說 你是你爸爸 你爸爸 我爸爸 你媽媽 我媽 不會的 她從來只是放在我們家第一位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 當然她對我很好 我一樣對她家人好 她家人也對我一流 所以我很開心 很佩服我老婆 老婆 I love you 希望教育師 有機會去查看她的網站 SeaChange的時候 很有心理搞這個小朋友的教育的時候 看一看 很有趣 我三個女兒 每天都在上課的時候 都上課得很過癮 所以我看到她搞得很開心 我作為老公都感覺很欣慰 恭喜老婆 還有最重要 我跟全世界男人都說 我好理一半 因為我有個好老婆